大家好 我回來了 大道終於出院了 她在醫院音樂腦出血 緊急送往醫院開刀搶救 希望三個多月 今天終於露臉和女友依依 一起錄製影片報平安 宣布已經出院回家了 我那天看到她的時候 我就覺得她怪怪的 因為她的狀態不是在睡覺 她就是有一種半夢半醒 然後我就問她說 你是不是不舒服 她就說 不舒服 怎麼會有一點點大舌頭 就是口齒不清的感覺 我就說 那我們現在趕快去醫院 我在計程車上 我就讓她坐了 前上課的時候 我知道中風要坐的一個 舉手微笑說你好 我就請她舉手 她手這樣的時候 她的右手會有一點點 很小幅度的落差 可是你會發現 她沒辦法讓她平行 然後微笑的時候呢 她的左半邊也笑不太起來 然後說你好 就是她說話的時候會有點口齒不清 她會癒好 那應該80%到90%是中風了 醫院量的血壓就是240% 真的是超級高超級高 我們就去照了S光 照S光的時候呢 她已經是不能站著 那妳記得妳在照S光要斷層的時候 妳有抓著我跟我說 叫我趕快救妳 妳說妳這一次一定會死 妳很害怕 妳沒有規定 然後因為他們病房沒有 現在沒有人手 可能要協助她轉院 第一個反應就是我不走 她當下已經是失去意識 我就在那邊抓著病床 然後一直求醫生說 我們現在就是要開刀 不過也真的很幸運是 從她失去醫師爆血管到開刀 其實我們都有把握在 黃金時間一個小時以內 影片發布後 許多演藝圈好友也送上祝福